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姆图 不花钱打帐篷 在城市里面 本期就分享这样一期内容 昨天晚上我在我后面的公园里打帐篷 睡了一晚上 这个地方是在阿拉姆图的市中心这一块 它的市中心里的一个小区 这边有一家青年旅社 叫做阿拉姆阿塔 就在我的正前方 那边有一个青年旅社 我的帐篷呢 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一个帐篷 你也可以在这个某宝上 直接拍一下照片 看能不能搜到这个帐篷 我是之前在英国的时候买的 在网上买的 是一个单人的一个小帐篷 通常我对这个帐篷呢 不是没有什么特别挑的地方 只要是能防雨能防水都行 能搭就行 一般我都会选 就是有内帐和外帐的 就是不是那种 一拉就能拉开那种 关于睡袋呢 我现在用的这个睡袋 好像是我已经用了应该有十年了可能 它现在还在也没有扔掉 仍然是可以用的 它是一个适合夏天秋天的一个睡袋 其实我通常呢都会选择 尽量在这个稍微暖和地方 这样的话如果我大帐篷 就不用带太厚的睡袋 一般我如果在北半球的话 冷的时候就会尽量往南边 如果热的时候呢就往北边 这样的话我大帐篷的话 在帐篷里睡觉用睡袋盖着 就不会太热也不会太冷 我喜欢这种 反而是到了14摄氏度左右 不能带冷了 带冷可能就不舒适了 我还有一个防潮垫也是很便宜那种 就是十几人民币 能买一个那种2米的那种 2米乘2米的那种 然后我可以把它带叠起来 这样就会让它厚一点 通常都会带这三样东西 好一点的帐篷 就是能用的帐篷 200多人民币 基本就能买一个 我好像没有特别能推荐的 就是因为每年我在网上看到的帐篷 好像品牌都不一样 更新的挺快 但是整体帐篷质量 好像是没什么区别的 一般都是二三百人民币 就可以买一个 能用好像时间的帐篷 因为睡袋的话 可能一百人民币左右 或者一百人民币以下 都可以买一个 一条很不错的睡袋 再算是防潮垫 总共可能就三四百人民币 你可以搞定装备了 像我昨天晚上在这儿 搭帐篷睡一晚上 他我就一下子 省了无措钱 如果我住一个星期的话 装备这些钱都省回来了 关于我在城市里边 搭帐篷我的行李怎么办 有的时候我也可能会把我的行李 存在这个超市里边 和商场里边 有一些地层 它们可以存 存包啊 它们一存可以存一天 还有一些地方就比如说 图书馆 博物馆 它有地方也能免费寄存行李 通常我在城市内部搭帐篷 都会选择比较晚的时间 就比方说如果晚上 十一二点到一个城市的话 我才会选择在城市内部搭帐篷 因为在这个时间去住店的话 我觉得有点亏 然后在这边帐篷里 休息到第二天早上 九点钟 十点钟 之后 再去住一家星期旅舍 这样的话 我其实会觉得 心里更舒服一些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从中午入住之后 一直待到第二天中午 整整24个小时 甚至更多的时间 你可以在这个星期旅舍里休息 我通常可能都会这样安排 关于大帐篷 有没有一些情况下 就会被别人赶 我的答案是肯定是有的 不光是在其他国家 在中国也会被赶过 在中国的话 可能语言沟通还稍微方便一些 在其他国家有的时候 他们听不懂英语的话 可能就你要笔块笔块 或者是拿手机 翻译软件给他看 跟他解释 通常赶你的可能是 或者是保安 或者是警察 但是这种概率 其实也不是特别高 一般我遇到的 可能1%的情况下 会被赶 你搭了100次 可能有一次两次吧 然后可能会遇到那种赶紧的 赶紧怎么办呢 你就再放个地方办 或者说跟他解释一下 你可能睡一觉就走了 他可能也会痛痛一下 我觉得这世界上 大家都是活着的 这些人类都需要睡觉 他懂不懂不让你睡觉吧 像这个地方 他确实是没有人管的 在阿拉姆族的这种城市里 有很多这样的地方 就是很多的这种 城市内部的这种 居民楼边上这种公园 基本我觉得都可以打这么多 但是尽量是在选择在晚上的时候 到这边 这样的话 就不会有那么多人注意到你 如果没有更多的人注意到你的话 其实是相对更安全的 就是通常我搭帐篷 我可能都会说 两个地方是最安全的 一个是没有人能看到你的地方 另外一个是很多人都能注意到你的地方 没有人能看到你 你就已经排除了人为的这种危险的因素 有人能看到你的地方 就可能不会有人去真的去打扰你的帐篷 因为当他去触摸你的帐篷 可能别人已经也看到了 所以他也可能会紧张 就不会去打扰你 我觉得尽量还是选择 比较安静的地方吧 我有没有遇到过 搭帐篷的时候被偷东西呢 我也遇到过 这十几年来 那在帐篷里呢 被偷东西 就我睡觉的时候被偷东西 我遇到过两次 都发生在十年以前 以前呢 我在帐篷睡觉的时候 就不会特别注意 就是保护体的东西 就是可能我会把手机放在这个 睡觉的这个头的这个枕头旁边 其实也不是枕头 就是衣服 就是放在边上 如果有人经过先开你的帐篷的话 他就一旦能看到你的手机 或者把相机放在这个 这个 就是很显眼的地方 这两次是都是十多年以前 发生的 就是我睡觉的时候 别人把帐篷打开 现在呢 我都会把所有的贵重物品 放在兜里 或者是放在 就是 我那个头下面的这个 这个枕头的这个衣服里面 或者包里 这样的话会更安全 当你今天越来越多的时候 你就会更加懂得怎么保护自己 我有没有就是 害怕过 就是大帐篷的时候 当然有过 那个阶段呢 可能会持续那么一次 或者两次 在最初的时候 在我十多年前 刚开始有这种经历的时候 但是在后来呢 就会慢慢开始享受 这个事情 第一 你可以想睡在什么地方 就睡在什么地方 第二呢 你可以省钱 可以选择很美的地方 大帐篷 就是能看西洋开始出的地方 大帐篷 就很自在 然后你可以 连续搭个两三天帐篷 然后再住店这种 以前我也用过这种方式 我觉得 现在是很享受 大帐篷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种方式 很多的事情 我们可能没有经历的时候 他们对我们都是未知的 我们没有去尝试 所以我们可能会担心一些 可能发生的情况 但是 我觉得我们不要想那么多 然后你也不要想那么多 就去尝试去做就行了 当你做了一次两次之后 也许这件事情 它本来它的美好 就会被你发现 我还是推荐去体验大帐篷的 实际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的内容 我现在在哈萨克斯坦 昨天在这边拿到了吉尔吉斯签证 搭完帐篷之后呢 我等会就要去车站 然后去吉尔吉斯斯坦 说到以前我可能会搭遍车 搭完帐篷之后 坐公交车到车外 然后搭遍车走 但是我可能需要早一点 发出这一期的视频 所以我就需要安排一下这个时间 尽量能确保我能在今天晚上 今天下午车到那个吉尔吉斯的 所以我就坐大帐篷 然后去那边 这样我就可能能及时的 发出这期视频 当我真的把视频 做为自己的工作之后呢 其实很多我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 我依然会搭遍车 但是可能不会像以前那么多了 感谢你们的观看 祝你们的一个非常美好的一天 这也是阿拉木头的秋天 我们在下一期的视频当中再见 拜拜